把你們的國旗取高 那很深蹤 侯友宜 趙宙康 從後方走向舞台前頭 多次被熱情民眾大力拉手 大場面有傅昆祺做的 就算初選過程中曾經挺郭 一看到侯 傅昆祺主動舉起他的雙手 全民大團結 九連霸是歷史最長的五星市長 連侯友宜都做不到 對花蓮縣的政績有口借賣對不對 對 藍衣大咖在花蓮 現場喊出五萬民眾集結 後一發話要讓地方建設更便捷 點名綠營賴小沛 所謂的環島快速網路 很多人連署民進黨反對 蕭美琴也會反對 我進來的時候 因為躲在侯友宜兄的後面 他在前面嘛 他做該路先鋒 我的手都快被拉斷了 他的手已經我覺得已經快不屬於他自己了 從來沒有像花蓮這樣的熱情 花蓮今天展現出我們有史以來空前的大團結 會這麼說不是沒有原因 畢竟就連曾被複昆齊 暗指是丟失政權的崇祯皇帝 前奏同馬英九 不僅現身力挺 兩人還把手拉緊緊 最熱情的吶喊聲 來歡迎為我們打通蘇華蓋的 馬英九總統 國民黨 順利 國民黨 順利 做事有堅持 有魄力 有智慧 有擔當 把寶貴的一票投給認真 專業的傅昆齊 讓他高票當選 留在花蓮為大家服務好不好 好 放下曾經的嫌隙 對地方派系敞開雙臂 從後山 利平奮起 TV宇宙高中 黃岸網站 花蓮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